各位 中国现在是爱国主义在历史上最为高涨的时期 大家不可否认 是吧 因为中国最近的几十年来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安定的生活环境 中国人民不允许有人来诋毁自己的祖国 凡是在中国公共场合诋毁中国的这些人 纷纷都成了过街老鼠 前不久上海地铁四号线上冒出了一个辱华的女子 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没想到广东的一趟列车上又出现了一个公然辱华的男子 这个男子在车厢内大放厥词 对全体的中国人进行侮辱 两个正义的大姐巾帼不让须眉 这个男子刚刚嚣张在那大骂 然后呢一个大姐一招致敌 这大姐太霸气了 一招致敌就把她给锁猴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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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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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人呢说 这霸气的大姐是不是跟这男的是形成互殴了呀 这大姐也得受惩罚呀 哎呀这个关于护欧这个事呢 很多网友啊有着很不同的看法 对吧 就是按照中国的治安处罚法是这样的 两个人如果发生冲突 无论怎么骂没关系 只要是双方两个人动手了 那就是肯定是违反了治安处罚法了 要处罚 那其中一个人如果是首先动手打了别人 对方不还手的话 责任全都是打人的这个人的 一巴掌 五千块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务工费之类的 如果构成了这个轻微伤 轻伤还得承担刑事责任 是吧 你如果是掉一颗牙 那就是轻伤 然后呢 就肯定就得逮了啊 就得坐牢去了 然后呢 如果你被打的那个人还手了 那就不太合理了 如果你还手 一般的都会定互殴 这一互殴的话 那就是互相赔偿 谁伤重 那可能赔的就多 但是呢 那就不能把那个人说直接给判了 除非把别人打的是这个什么构成轻微伤轻伤之类的啊 这个特别不合理 就应该是什么呢 如果是谁先动手的话 对方也可以算作是正当防卫嘛 对吧 你动手了 你想侵害别人的这个身体安全了 对吧 别人还手的时候呢 肯定就是正当防卫了嘛 所以这一点呢 中国的网民呢 有很大的意见 那么至于说回到大姐的这个事呢 来讲的话呢 这个大姐不能说得上护猴啊 因为这个鸭舌帽男子怂了 当场被锁了猴之后 当场就秒怂 没动手 但是大姐呢 这个也不构成伤害 因为锁猴这个事 跟抓小鸡子 那男的跟说实在的 那个货啊 看着也不像个爷们啊 跟抓小鸡子似的 直接就给抓到那了 是吧 所以说这也不应该 叫这个 这个这个 殴打啊 不应该叫殴打 那这男的是怎么回事呢 这男的我估计 精神上 可能是有点毛病 他精神上是有点毛病啊 因为大家想啊 谁没事 在列车上 你谁都不认识 对吧 谁没事在列车上 满大街的 不是满车厢的 这个抄抄啊 说骂中国 骂整个的中国人 像这种人 他在心理学上来讲 是碎语症 这种人呢 这个心理上 精神上都有毛病 跟陌生人 滔滔不绝的 在那骂鸡 这肯定是精神病的一种 对吧 这拍手所把这男的带走 当然了 这人是不是精神病 那你得有证 如果没有精神病院的鉴定 没有证 那妥不了 那就是在公共场合 寻衅滋事 我觉得这鸭池帽 这个最起码得居五天吧 当然了 他如果掏出了精神病症 那就逮不了他了 是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啊 不过 无论怎么样 给这个霸气的 美丽的大姐 爱国的群众 点赞 在目前爱国主义高涨的情况下 这些辱骂中国的这些货 那就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活该 点个订阅 下期再聊